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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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是2018年6月8号 我就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聊一个题目 就是我最近脑袋里面 碰出两个字来 两个词来 那两个词我觉得非常好笑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词叫做故居 第二个叫遗址 什么叫故居呢 故居就是说某些有名的人 曾经住过某些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做故居 比如说蒋中正 或者是毛某某 他故居 刚好现在各位看看这个画面 吴中成是本人嘛 这就是我的故居 但是我现在建在所谓故居是那个人已经亡故了 他以前住的地方叫故居 或者他曾经住的地方 而这个房子是好的人 人也建在 但是有家归不得 这个算是故居吗 我不知道 第二个是遗址 我们常讲 考古学里面 有常常讲什么什么遗址 比如说三星堆遗址 什么什么遗址 就表示那个地方的人类绝灭了 那边的种族 那边的居民全部绝灭了 没有人了 也无稽可考了 只有文物 出土文物可以考 那叫做遗迹 比如说 和母渡 三星堆 等等 都叫遗址 那这个地方算遗址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边人都建在 只是他不在这边了 至于说他是要做什么活动吗 或者是要做什么什么建设 或伟大建设 也没有 因为这个家整个是没落的 他的经济是萧条的 没有就业机会 没有任何机会 他只有居住的功能 而且他是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他很安静 也就是因为人很少 所以他很安静 那我今天 胡忠诚本人 就在这里 那我今天看到这里 我就联想到那两个字 这个故居跟遗址 人造的遗址 人造的故居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